各位同学 我是国立台北科技大学的老师 郑柏游 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继续介绍的是 我们PR模式下的定位控制 相关的形式 我们在PR模式下要进行 位置控制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利用到这样子的定位 控制相关的一个形式 定位控制分成两种 当我们把这个形式type设定为2的时候 表示我们执行完这个程序之后 马达就会停止 不再执行下一个程序 如果我们把它设定为3的话 它就会自动的执行下一个编号的程序 所以我们在做位置控制的时候 因为它到达位置之后 通常就要看我们的一个编排 需不需要执行后续的动作 可以选择形式2或形式3 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所以不管是选择2跟3 我们的四伏马达控制器都会依照我们设定的内容 将我们的马达移动到我们所要求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带动我们的机构做一个精确的位置控制 那我们的定位控制可以从上面这个图来看一下 它的运动方式原则上我们看蓝色的曲线 它一开始从时间为0开始会做一个加速的动作 然后我们到达一个我们所设定的目标速度之后 它就维持在这个目标速度上面继续的做运动 直到我们快要到我们的目标点的时候 它会做一个减速运动 所以当它减速到速度0的时候 表示已经到达我们的位置 那这时候完成我们的命令之后 如果我们有设定一个延迟时间 那我们的这个马达就会停止一段时间之后 那看我们所进行的一个编排 如果有下一个程序 它就会在延迟时间之后继续的去执行 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会停止 所以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程序 我们可以了解到 定位控制它会从我们目前的位置开始加速 然后到达目标速度之后 它就会维持定数的移动 一直到接近我们的目标位置的时候 就会依照我们定义的减速时间停止 然后就会停留在我们的目标位置上面 所以我们从这些相关的说明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定位控制 它的参数内容 它在我们的资料的部分 所谓的data 它所要做的就是我们一个目标位置的定义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一个绝对位置 或者是相对位置的方式来定义 这个等一下会说明 那我们在上面 我们的速度就是指的SPD 我们的目标速度 那我们的加减速时间 也可以由我们自己 从16种共用参数里面来选择 那延迟时间也是一样 看我们在执行完这个命令之后 跟下一个程序之间 是不是要有一个空格的一个时间 来定义我们的延迟时间 那特别的是在这个OPT的部分 我们跟刚才的定数控制不太一样 那我们的内容它的意义不太相同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我们的OPT的Bit6跟Bit7的地方 有四种组合 而这四种组合就会让我们所定义的目标位置 有不同的意义 如果我们设定为00 表示我们设定的这个目标位置是一个绝对位置 那如果我们设定成10 那它就是一个增量的位置 那所谓的增量呢 就是说从前一个程序的命令 我要增加多少的位置距离 那如果设定为01呢 它叫做相对定位 它不是从前一个命令来做一个位置的更改 而是以我们马达现在编码器所回收的位置开始算 所以这个增量跟相对在意义上有所不同 这个大家要稍微分辨一下 那最后设定为01呢 这个是我们在使用特别的功能高速捕捉的时候 所用到的一种增量的方式 那这个如果大家有用到这个所谓的高速捕捉的时候呢 可以再了解这个使用的方式 在我们参数设定的部分呢 除了CMD之外呢 我们还有两个位元 分别是Overlap跟Insert 那Overlap呢 OVLP它指的是说呢 我们现在这个程序的执行 在执行结束之后呢 要不要跟下一个程序之间呢 有一个重叠的行为 那怎么个重叠方式 我们在后续会做说明 基本上呢 就是把两个程序之间的运动呢 做一个妥协性的一个调整 那另外Ins呢 Insert插段的部分呢 跟定数控制就是一样的是说 当我设定为1的时候 我们这个程序被呼叫 被触发的时候呢 可以插断前面一个程序的执行 直接跳到我们这个程序来做 那这个是我们Insertins的作用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利用一个范例呢 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定位控制的一个设定 跟使用方式 我们希望呢 利用我们的PR模式的定位控制 执行下列的一个运动 第一个呢 我们做原点复归 我们往正转的方向呢 去找我们的PL的正极线 找到之后呢 我们让它返回找我们编码器的Z向位的一个位置讯号 然后就把这个位置呢 设定为0 那这时候我们的停下来的位置呢 不一定是刚好在坐标0的地方 所以呢停下来的地方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触发一个程序 让我们呢 从这个原点复归之后呢 移动到绝对位置为2万的地方 然后呢 停在这个位置呢 5秒钟之后 利用延迟时间 停止5秒之后呢 我们希望它呢 移动一个相对距离-5万 然后呢就停下来 那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程序的编排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自动化设备 或是马达呢 在特定的位置呢 做一个适当的运动 那我们可以利用PR模式呢 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 精确的一个运动控制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段影片呢 让大家看看这些的一个运动程序呢 这是什么设定 怎么运作的 我们一样可以利用PR模式的编辑视窗 进行不同的运动控制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要调整 我们的原点复归方式呢 改成是正转找正极限 然后返回找Z 那这时候呢 我们还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正转正极限的感测器 必须要做一个设定 所以呢 让我们使用我们的功能编辑视窗 然后呢 将我们的正转正极限呢 设在DI3 所以呢 当我们找到我们的正转极限之后呢 我们按下OK 那这时候呢 就完成了我们正转极限的数位输入编辑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原点复归呢 就保持一样的内容 然后呢 原点复归完之后呢 就会执行程序1 只是这时候的程序1呢 我们就要把它改成是 我们的所谓的定位控制 那所以呢 我们首先呢 先使用这个 AUTO的定位控制 也就是执行完这个程序之后 会执行下一个程序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样不切入 然后不重叠 然后我们的定位方式呢 我们就使用所谓的绝对定位 那这时候 我们只要输入 我们绝对定位的位置呢 把它输入是2万 它就会走到我们所要的位置 那在延迟时间的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 做一个设定 那我们在这边呢 一样是设定5秒钟 那完成这样子的设定之后 原则上呢 就完成我们的设定 那所以呢 我们按下下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 编辑下一个程序 所以呢 在PR2的地方呢 我们也一样用定位 只是说呢 这里程序执行完毕之后 我们希望它停止 所以我们就不再执行下一个程序 所以我们用Single定位控制 所以接下来的地方呢 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改变 我们用呢 所谓的相对的定位方式 那我们希望它走到2万之后呢 回头走5万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所谓的增量命令 一种是所谓的相对命令 那差异就是上次的命令为基准 或者是以目前的位置为基准 那因为我们是用PR的模式来进行 它已经完成之后才会执行下一个 所以呢 比较保险的方式还是用增量控制 那如果你很确定 你的位置很精准的就已经是停在2万 那你当然可以用所谓的相对定位 所以呢 这样的执行完毕之后呢 我们只要在位置的地方呢 输入-5万 它就会从原来的正2万 相对的走-5万 也就会走到-3万的地方 那一旦完成这样设定之后呢 我们就按下下载 就完成了我们的PR模式的设定 接下来呢 我们只要启动4伏 然后呢 执行我们的PR0 它就会进行原点复归 然后呢 停留一秒钟之后呢 移到正2万的位置 五秒钟之后呢 它就会反转-5万 也就是达到3万的位置 如果这时候呢 使用者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控制面板上面的位置 你就会看到它停留在-3万的地方 从刚才的影片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利用PR模式的定位控制 让我们的四伏马达 进行精确的一个原点复归 跟我们定位控制 所以呢 我们很多自动化设备的一些 精准定位控制呢 就可以在不需要PLC的情况下 直接由四伏马达控制器 完成精准的定位控制 让我们可以节省成本 然后呢 减少开发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